深度体验完传奇GS8之后 我终于明白它当年为什么那么受小老板的欢迎了 我们从外道里一点一点细看 GS8是一台中型SUV 外观设计我个人认为非常成功 车头大面积的进气格山 视觉冲击力十足 远看很有气场 近看棱角分明 再加上征服之眼大灯 开盒之间静显沉稳 细节上风锐凌厉 整体上气势逼人 这你要提一点 混动和燃油版的前点是不一样的 混动版叫龙泥翼 燃油版叫展威翼 我个人还是觉得龙泥翼更霸气一些 文把手也有所不同 燃油版是普通文把手 混动是隐藏式的 但混动可以选装普通文把手 不过那样前年也跟着变成燃油版的了 我觉得没有必要 整个车身侧面没有多余的腰线 这样显得车身更大一些 全系20寸大轮毂 车尾也是比较硬朗的风格 红钻尾灯点亮之后的视觉效果很有美感 GS8整体的设计是一种商务硬派风 既有豪华感也有科技感 实车远比视频里看到的更大 毕竟超5米的车长 2米9的轴距 这设计放到整个国产里面 也是很有辨识度的 如果你已经被这个外观所吸引了 那么我告诉你 它的类似反而更加出色 首先用料上相当下本 这台混动两驱尊贵版 门板上的翻毛皮 棱形打孔的真皮座椅 大面积的软质包裹 非常对得起这个价位 设计上简洁美观 无论是中控大屏还是水晶挡杆 整体非常的和谐 更加偏向于豪华感 储物空间很多 实用性也不差 静止状态真的很难挑出毛病 配置有多高 我就不用多说了 看完视频 自己可以去懂车地对着看 无论是AR27UD 540度全景影像 L2级别的驾驶辅助 方向盘和前排的加热通风等等 你用得到用不到的配置都给你了 唯一的缺点在于 除顶配外没有上8155的芯片 所以车机有点卡 这个必须承认 我们接着看第二排 纯平地板空间上很富裕 座椅是偏硬的 但长度比较够 腿部承托很到位 靠背角度也能调节 第三排是GS8相比同级别的一大优势 它的第三排是真的能做人的 从后备箱右侧 可以把第三排电动放倒 第二排往前调到这个程度之后 175身高的大人 第三排坐着完全没问题 而且还有背架和靠背的电动调节 第三排升起来的情况下 后备箱确实放不了什么东西了 但七座车基本都这个样 第二三排都放倒的情况下 几乎就是纯平 躺个一家三口还会非常宽敞 接下来我们把这台车开起来 顺便也听一下它的音响效果 GS8两套动力系统 燃油版是2.0T252马力发动机 加爱信8AT变速箱 混动则是2.0T190马力加电机的组合 这套混动系统直接照搬丰田的第四代THS混动 很多人都在质疑它的油耗 但实际上这台试驾车的油耗也才七个多 两吨重的车身这个油耗并不高 GS8的动态感受才是车主们愿意为它买单的理由 首先这台车出乎意料的好开 一点都不显得笨重 方向灵活油门跟脚0-60的加速非常迅速 底盘虽然是舒适调校但侧向支撑很足 所以GS8在城市道路中穿梭自主毫无压力 你能感觉到动能回收 但它不会让你难受 跟刹车的配合非常线性 行驶过程中车内两颗摄像头 实时捕捉驾驶员和乘客的状态 发现你接电话它还会自动降低音量 细节之处也不落后 豪华感不是看出来的也不是摸出来的 而是实际感受到的 GS8的乘坐体验包括隔音和底盘滤震 就是实实在在的豪华感 这个感受是越急的 二款的GS8相比之前 我觉得是有一个质的飞跃 老款的GS8虽然有过销量高光 但确实也存在不少问题 新款感觉就像是痛定思痛 只不过市场环境不一样的 尤其是现在新能源崛起之后 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 自家的M8 M6也分牛了部分销量 但客观来讲 现在的GS8是一台国产好车 值得买 尤其是混动版本 对于偶尔有七座需要 对驾驶质感有一定要求 更注重驾驶和乘坐豪华感 心性比较沉稳 更偏向于家庭 用盲目追求合资的中年消费人群来讲 传奇GS8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它就像是一个上的天堂 下的厨房的贤妻 除了家事不够显赫 其余的方方面面 都能对你进行无微不至的体贴照顾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祝各位喜提爱车